香蕉一箱箱堆疊起來 像小山一樣高 送進大貨櫃裡頭 紙箱上頭還印製了精美字樣 協著台灣BANANA 原來準備要運送到港口 外銷出口 這樣的一個量的話 基本上當然不是說 非常大的一個量 讓這個價錢的壓力 稍微得到一個紓解 香蕉產銷失衡 由農委會輔導成立的 台農發公司出手了 協助平凍部分交農 外銷中東杜拜 這一貨櫃就有12公噸 預計出口10個貨櫃 120公噸 6月份要把全台1000公噸的香蕉 出口到大陸 中東還有日本 香蕉採收下來 4個小時以內 要進到我們的冷藏庫 旗山有膠農 長期與日本合作外銷香蕉 1公斤平均都能有25元的價格 相較於現在國內1公斤 只有4到5元 足足差了5倍 但外銷日本國品規格很講究 採收之後 就又進入冷藏倉庫 海運也是用冷藏貨櫃 全程保持在13度低溫 在海運的4到5天內 防止香蕉變熟 平東的漁新交農認為 想靠外銷找通路 就必須長期與國外貿易商合作 購入穩定品質以及數量 儘管收購價必須保持在每公斤15到40元 價格沒有高的下人也不會低到谷底 卻能為膠農保持穩定銷量 讓自己辛苦種植的香蕉都有所回報 記者屏東高雄綜合報導